今日想不通,只会带来明日的烦恼 明日的忧伤,会让你进入无名痛苦 今日的烦恼,明日会消失 后天的忧伤,一周会痛苦 请记住,任何人间烦恼,一月后只是曾经发生 一年后变为曾经故事,几年后是过去的历史 抛弃无谓的烦恼,拥有智慧的菩提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博客上有什么最新的精彩感言吧 首先,这位同修分享道 今天,我怀着一颗无比感恩的心来分享我家真实的感人事情 希望我的分享能让更多的人更加的坚定信念 相信菩萨,相信师父,精进学佛修心 只要我们足够虔诚,菩萨就会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离苦得乐 我的儿媳妇怀孕预产期是在今年三月份 三十八岁第一胎是高龄产妇 全家人都很担心,希望能平安顺产 快到预产期时,医生检查后告知婴儿的头较大 生产可能比较困难 这更让我们揪着心 从儿媳妇怀孕起,每天帮她念经 还经常帮她去放生 求菩萨保佑她身体健康,母子平安,一切顺利 感恩菩萨保佑 孕妇生产过程中,菩萨保佑加持 我突然想起师父开示过 在紧急的情况下可以念诵心灵密码来救急 当时帮她念了两组 不一会儿来信生了,母子平安,一切安好 太顺利了 孕妇从阵痛到生产不到两个小时 医生也没想到会这么快这么顺利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感恩恩师慈父把这么好的法门带到人间 弟子我一定跟随观世音菩萨及师父 永远好好地修心学佛,正信正念,永不退转,广度有缘 真的很感恩,感恩分享 接下来这位同修也分享到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感恩隆天护法菩萨 感恩师兄们 我分享修心灵法门的灵验事情 简单分享一下 我女儿鼻窦炎,我儿子学狗叫 两个孩子病情都很严重 我许愿清修,吃全素,念小房子还债等等 还做义工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 两个孩子都好了,可健康了 菩萨保佑一切平安 我分享就到这里 心灵法门真实不虚 谁学谁受益 只要好好学,好好修 就会有奇迹发生 一切都会改变,一切都会好 希望看到我的分享 能给师兄们带来 学心灵法门的坚定信心 一门精进,永不退转 感恩师兄的分享 下面这位师兄分享道 感恩师父今天的开示 听见师父的声音 很开心,也很心疼 如今世界变化很快 但不管未来发生什么事 师父永远是弟子的师父 弟子一定会跟随佛陀 跟随观世音菩萨和师父的弘法脚步 努力弘法,坚定修心 弟子感恩师父多年来的弘法语曝出 才有今天的我们 真的很感恩菩萨,很感恩师父 这位同修也说道 缅怀释迦牟尼佛诞辰日 感恩伟大的佛陀把佛法带到人间 师父对我们的慈爱及严格的教诲 与佛陀2500年前是毫无差异的 师父开示 沿着佛陀的脚步排除万难 坚定努力地修下去 供攀自圣 这犹如给还在原地踏步的孩子们 大力一推一样 像是给我们看见阳光 只要跟着佛陀与师父 我们一定会得到菩萨的保佑 感恩大四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一直在默默护佑着我们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四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背 不让师父背 不让师兄们背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听师父 讲一个小笑话吧 半夜里 还没鼓掌完呢 半夜里 一位出租汽车司机 工作了一整天了 觉得很累 就准备开车回家了 刚刚呢 正好经过一个殡仪馆 就是火葬场了 殡仪馆 她心里越开越发毛 路边突然出现 一位白衣女子招手要上车 司机正在犹豫的时候 开到她边上车子熄火了 司机觉得很奇怪 你怎么会现在熄火的呢 那个女子 无声无息的把门一开 上了车 开口说 我要到松山机场 司机觉得非常的恐怖 车子偏偏偏在这个时候 车子偏偏在这个时候又可以发动了 司机颤抖的声音 松松松松山机场 是不是啊 那女的说 是啊 一边开车 司机用后照镜 看了看那个女子 越看越觉得这个女子 面无表情 脸色苍白 觉得碰到了鬼了 为了让自己不去胡思乱想 她拿出一个苹果 一边开车 一边吃苹果 安慰自己 平平平 我要平静 不要紧张 突然 后座的女子说话了 我生前最喜欢吃苹果 那个司机一听 咬了一口苹果的嘴巴 瞬间不能动了 连头发都竖起来了 那个女子在后面又加了一句 可我生完小孩之后 我就不喜欢吃了 大家听懂了吗 他说的是 我生前就是生孩子之前 所以这个故事说明啊 人越想象越去望 不好的地方去想 可能会发生越来越不好的事情 你看我们现在人就是这样啊 身上长个东西 马上摸摸越摸越大 会不会生癌症啊 吓得不得了 其实啊 就是脏了 好几天没洗澡 长个疙瘩而已 所以不要去乱想 因为人常常啊 受到环境和地点的影响 而被他们左右自己的理智 因为人在不同的环境当中 有不同的心态 所以我们学佛人 要每天拥有好的心态 才能克服自己思维上的愚痴啊 感恩师父 我们学佛人 要每天拥有好的心态 才能克服自己思维上的愚痴 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 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